舞台乡大舞部落国小退休教师杜富菊发表新书 《大舞部落的美丽与荣耀》 深爱着部落的他一直想分享部落的美好 此书历时三年采访编撰 介绍大舞族人传统服饰 配件 记录部落文化之美 在发表会上有许多教育工作者及部落族人 特别到场给予祝贺 我不是学语文的 所以我的这个文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脉络不是写的 我也没有华丽的吃早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我写的是品意尽人 是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书中详细的说明穿弄服饰 配件 插饰 头冠等名称及异议 还有植物工艺等 再加上清晰的图片及弄人的故事 盼让读者认识卢凯族文化 就是会让年轻人 了解一些我们平常不会了解的习俗跟传统 都副局特别感谢先生 马家乡乡长梁明辉的支持与鼓励 以及部落长辈及专家学者不吝分享 才能让他完成此书 为大午部落文化传承尽心力 真的是好几次的想办起 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如果不完成这本书 太可惜了 我们常常讲大午部落是最多故事的一个部落 可是故事在哪里 有没有把他写出来 让他知道我们部落的故事在哪里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说是不是我们部落的故事 是不是也要应该要这样子去整理 杜富局的儿子梁成特别在新书发表会上献唱为妈妈喝彩 从教职退休后杜富局积极整理部落的卢凯族文化 用生命在写作 此次出版大午部落的美丽与荣耀艺书 以浅显易懂的文字 叛与读者分享部落文化的美与生命力 记者张如玲刘建荣采访报导 什么时候让我们先去 cruc会 我们下边无法 我们下边